这个范例的话基本上其实就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什么,上面部分就输入 重点就是建立一个空的串列 然后把资料写进来 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得到什么,四个东西 这个班上总共几个学生 然后总分几分,平均几分,取代小证第二位 然后最高跟最低分是几分 大致上是这样 这个是第一种模拟情境 当然其实一般我们工作上遇到的 其实比较多的状况 除了说自己输入之外 因为如果你假设资料量少还OK 像这个模拟,比如说老师自己填成 因为可能老师已经改好这个考卷了 然后就分别输入成绩 最后可以做计算 但是现在很多情况是这样 就是说现在已经是所谓的电脑阅卷 电脑阅卷的话 理论上可能会教 这个教务处它会有一个档案给你 那个档案里面的话 其实就是学生的成绩 所以将来教务处会给你一个档案 所以假如说我们模拟另外一个情境 就是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个一直输入 而是什么 而是从外部读一个档案进来 然后做一个资料的统计 其实这种情况好像是还蛮多的 因为现在很多的资料 因为物联网所有的这个机器都会产生Data 所以那个Data也许它会放在云端上面 或者放在某一台机器上面 那理论上我们是把它读过来 所以通常的话会透过像Python去把那个资料读进来 而不是说你用人工的方式再重新key in一遍 那当然它浪费 所以通常的话会把某个档案读到Python里面 做刚刚的统计跟分析 还有计算最高最低分这些事情 可是问题哦 我们要如何把外部档案读进来 所以接下来顺便讲一下 刚刚讲的串列部分 所以串列我刚刚讲的Python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资料形态 那第二个的话呢 在Python里面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要读取外部的一个档案的话 其实最常会读取像.tst啦 或者点csv啦 或者像点那个json啦 或者点xml等等啦 外部档案太多了 当然有可能是放在我们自己电脑上面 也有可能放在云端 不管放哪里 反正通通可以读到Python里面 那读进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这个处理 统计分析判断等等的 然后再输出一个报表 诶 或者甚至输出一个什么呢 视觉化报表 那其实基本上 大致就大概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只是说呢 那个流程里面有些东西比较复杂 可能当然你就是需要什么你就引用外部套件来处理 其实也都基本上都不太会有问题 只是说你要把这个流程熟悉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的档案是在外部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 像刚刚输入 我就不是透过那个一个慢慢key 而是说我希望的第一个 所以待会请各位 现在你的这个什么呢 你们将来 这个存档的目录 因为我是放在低碟底下的那个 这个python 我在低碟底下有个目录 叫python2021 那我在这里面新增一个.tst档 ok 那.tst档我就输入了一堆的成绩 假如说假设 模拟就是说 我在 这个是那个教务部提供的一个档案 那如果说呢 我第一个 有这个档之后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读到python里面 然后做后续的计算 所以哦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说 这个可能会 待会比较容易出错哦 记得啦 我重来一遍 这个把它删掉 1.先找到你那个什么 这个是开启状态 1.请你先找到你那个目录 ok 这个目录部分的话 我应该是目前在run 把它停一下 ok 然后呢 我在这个目录底下建一个这个 按右键 你可以新增 新增什么 新增一个 这个文件 文字文件 ok 这个地方它会问你那个档名 档名部分我刚刚是建一个eng好了 ok eng 当然如果假设我这边再一个什么 Chinese Chi Ch Ch 就好了 ok Ch.tsg 那一样哦 再打开它 把那个成绩输入 但这个成绩输入 中间的话 我们一般习惯会在成绩跟成绩中间 加上 痘点 这个加痘点的话 跟那个csv档也蛮像的 所以其实你这个档 你也可以另存新档存成csv也是ok的 不过我们练习嘛 反正就是 先建立 按右键 直接在你的目录底下建立 那个ch.tsg 或者像我这边是eng eng.tsg ok 好 那第一步的话 我已经建立好 档案 第二步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样把 这个档案里面的 这些资料 分别读取到哪里呢 读取到Python里面 会不会很困难呢 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在Python里面 我是觉得 他在读取档案的这个部分 程式撰写真的很简单 而且程式真的不多 那怎么撰写 所以第一个 我们已经有 假设eng.tsg 那第二步的话呢 一样我们开一个 空白的文件 把那个注解先删掉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 要在Python里面 读取档案的话 其实是相当简单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特别注意 第一个 如果我要读取档案的话 它其实还蛮 Python的撰写方法 第一个 我先产生一个物件 其实是一个变数 变数名称的话 这F 习惯是F 等于什么呢 Open 特别注意 这个Open的话 是Python里面 内建的一个方法 刮弧 后面的话 你只要 你会发现 底下其实还有一些 相关参数会 会显示出来 他会告诉你 第一个参数 请你给我什么 File File的话 就是档案的名称 所以 档案名称 我们用一个文字给他 那这个档案名称 我刚刚有建 在那个根目录底下 叫eng.tst 特别注意 因为我放在根目录底下 也就是放在 这个相同档案的位置 就是说 这个程式一样的路径 那如果假如你放的路径不同的话 特别注意 你将来可能就要 比较麻烦一点 你就必须什么 还要跟他讲说 我是放在低碟底下的这个目录里面 所以将来如果说 你放的那个路径 假如说 你不是放一起的话 那你可能要多增加一个 所谓的那个 这个 哪一个磁碟的哪一个目录 那当然我这边 已经有加了那个 已经放在那个同一个目录 所以我就不加 那第二个逗点 逗点第二个参与 其实如果你在那个 python里面要开档 蛮简单 跟他讲 主要是两个东西就可以 第一个 你要 开哪个档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mode 模式 模式的话呢 特别注意 一样需要给他一个string 一定要给文字 所以我们先打双以后 特别注意 在那个档案读取里面的话 不外乎就读 不外乎就写 ok 所以 蛮简单的 如果你要读的话 请你加一个r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写 写其实是存档 其实也很简单 加一个w就可以了 ok 所以 读的话就是r就可以 read readmore ok 然后 写的话就w 大概这样子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很简单 他就把什么 把这一个文字档里面的资料 放在这个f物件里面了 那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 放在f物件里面的东西读出来呢 接下来的话下一行很简单 我只要什么 我只要再 把这个 前面再加一个s s假设是一个 这个 自串的变数 那我通过f这个物件 他里面有一个方法 如果你要读取的话 其实也蛮好记得 蛮直觉的 它叫read 你会发现 底下其实会显示出来 read read是读取全部的东西 另外还有readline 读一行 readline时是读全部的资料 ok 所以假如说我今天 我可以 你们可以试试看 用read read巧瓜糊 那他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文件里面的所有东西 读到哪里呢 读到s里面去 所以呢 我只要在底下加一个print 然后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s里面的资料 帮我把它显示出来 那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子其实就写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 就这三行 那我 有没有办法把 刚刚的这个档案里面的资料 把它读进来 我们来试一下 其实所以 这个地方有eng 所以你要确定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那可能会失败 直接执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eng.tsd的资料 把它列印出来了 ok 那如果我读什么 读另外一个ch 好了 ch有没有 来执行一下 诶 也有 ok 但是 特别注意哦 如果假设了 你等一下错误的话 应该会这样 假设了 因为我弄一个错误的 如果你open的时候 发现 mess.t 那当然因为我没有mess 所以如果执行的话 会发现什么错误 你会发现 假如 出现什么呢 file not found l 那表示怎么样 他跟你讲说 他在这个目录里面找不到这个档案哦 所以哦 你就要check一下哦 你是不是那个 你放错位置 那如果是放错位置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怎么样 要再 就是说呢 检查一下 你放的那个档案是不是不对 那或者是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怎么样 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目录名称 加在哪里 加在mess的前面 其实也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变成 像我们这样的写法叫相对 相对路径 所谓的相对路径 就是刚好在我们的 这个模组的旁边 OK 那如果是你写成什么 D冒号斜线什么什么的 底下有一个什么档 那就是绝对路径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他就会去找那个相对位置 OK 那我们第一个 可是问题 假设这个地方 我已经读进来了 但问题 我要怎么样可以跟 刚刚的那个 我们 因为现在读进来了 没错了 OK 那其实各位可以试一下 用ReaderLine ReaderLine 因为刚好它也是一行 所以如果你用ReaderLine 其实结果也会是一样的 OK 所以这边的话其实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Read 一个是ReaderLine 两个方法都可以 如果你用ReaderLine 我印象中它好像会把它读成一个串列吧 就是像这样的 就串列里面的一个 这个好像不OK 那所以如果说呢 我已经把资料读进来了 但是后续我要怎么处理 第一个可能会遇到问题 它是一串资料 一串自串 但是我基本上我要把它分开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要想到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在自串里面有一个方法 有点像是 那个Excel里面的那个资料剖析 那资料剖析的话呢 你告诉他说 你是要按照什么符号 帮你做切割 它会帮你切割完之后 丢到一个什么呢 因为切割完之后 有好多个资料哦 你不能再把它放在一个字串 或者一个数字里面 那特别注意 如果这一串 特别注意 你就要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那它就会怎么样 帮你把资料一个一个放进来 所以这个待会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如何在根木屋里面建一个eng.tst 请各位模拟一下 就在这个eng.tst里面 输入一些数字 中间请你加豆点 然后并且把它读到python里面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